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大馬Sir,你這陣子有沒有感受到世界杯氣氛 少少啦 聽聞你們 那些人都挺喜歡這個世界杯博彩 都挺喜歡的,全部去茶餐廳 和街坊街里一起看球 可能手機按一按 玩兩招 打個電話按幾下 你知道嗎? 西亞是一個 相當多一些莊家的地方 應該不單止亞洲 我知道 全世界來說 很多人 大馬的網站 很有名 當然現在世界杯更加多人 玩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合法 不要沉迷 世界杯也有一個特別的風景線 是什麼事呢? 就是 現在舉辦世界杯 的卡塔爾 在他們的建築物上面 就是 以這個燈光球射的形式 向一位人兄 就是巴西球王比利 崇尚祝福 在多哈的 哈里法球場外面的 這個 他們叫火巨塔 以及 世界杯決賽場地 露薩爾球場 都亮起了比利 這個照片 寫著 是 比利早日看火 在卡塔爾 參加 世界杯賽事的一位 阿哥 麥巴比 這個真是前途無限 而且身價很貴 更加 是為比利送上祝福 英格蘭 隊長 哈里簡尼 或者是卡尼 16強對 塞內加爾的記者會前面 亦發佈了對比利的祝福 比利透過社交媒體 就說對 對各位的關心 他表達感謝 82歲球王 老一些年紀都知道 而且比利有樣子 我媽也跟他拍過照 我媽也算是 幾行運又跟 阿根廷球王 馬勒當拿拍照 比利拍過 還有一位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是哥倫比亞的爆炸頭 華達拉馬我媽也跟他拍過照 我媽現在還在南美洲 很喜歡他在那裏 但我叫他快點回來 因為 這個秘魯 南美的 秘魯是我們的 根據地之一 其實 總統也坐得不穩 最近也有很多大型示威 我都叫他快點回來 說回比利 比利究竟什麼事呢 只可以這麼說 每個人都有 生命的進行 比利 最新的消息就是 因為他有感染 任何 醫療的方法 對不起 對他來說 沒有任何作用 他都自稱是時日無多 最後 進入了我們所說的 安寧病房 人生當中最後的時光 就在那裏過了 因為他其實 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他的 癌症是可以好 所以他 在上個星期 而且有這個呼吸度感染 繼續在醫院 比利也多謝各位的祝福 當然 剛才我們說的麥巴比 就是法國的現在球 他有機會成為一個新的法國球王 曾經跟比利一起出席過活動 亦都貼了一張照片 他亦都說為球王 祈禱 並且 是配了比利 的一個 經典照片 就是舉起世界盃 令人相當不捨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人物 當然 他之前說的話有些爭論 不過是挺好笑 我覺得他是 黎明叫金巨王 其實比利也是金巨王 而且 而且他比蕭若元更早被人說他是燈神 不要緊 這些都是得淡笑 這些都是這麼巧 得不燈神這些都不要緊 那比利呢 現在基本上他就 不再去做 一些比較勁的方式 身體 身體一般的 是的 所以他就去這個安寧病房 在最後的日子就想在那裡平靜地過 平靜地過 當然他的 這個 血腸的治療一直都搞了很久 他 現在 在聖保羅 轉 轉 比利也說 各位朋友 他知道大家都很傷心 始終是一個這麼偉大的人物 無論他說的話 是多麼不討好人 他現在就在巴西聖保羅的 愛因斯坦醫院裏 他說各位朋友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保持 平靜和積極 我好堅強 充滿希望 一如既往地在這裏 我要感謝所有的醫護人員對他對我照顧 我 非常相信上帝 你知道 南美洲的宗教氛圍 雖然現在都少了人信教 但都是比其他地方強一點 是 他也說 而我從世界各地收到你們每一條愛的訊息 都令我充滿正能量 觀看巴西世界杯比賽 亦是這樣的 我感謝你們做的一切 比利其實 他暫時沒有什麼惡化 但他也知道自己是 日子就發動 忍聽說都是 他自己也敢說 他在等日子 送到安寧病房 差不多離開的人就去那裏 亦可以令他的 身體痛苦少一點 他有最後一個願望 不知道巴西能否做到 當然希望巴西能獲得世界杯冠軍 是嗎 但是 這很難說 不只是一隊踢 優秀的球隊也有很多 但是很搞笑 英國就好看好巴西 我看到幾份英國大寶 因為我有頂 都是說巴西有機會 但是 現在有機會成為 一個偉大人物的 尼瑪 貌似 要很遲才能上到 巴西走得更加遠才能上到 當然 你要知道比利 作為全世界唯一一位三次拿世界杯冠軍的隊員 其實他一早已經載入視察 球王是真的 人家是給他的 不是他自稱的 你記住 不是你說這樣就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你曾經被國際捉協 授予 The King of Football 這個是真的 是真的授予給他的 你就算說什麼美斯 斯朗 因為他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說斯朗是 歐洲球王 美斯就是阿根廷球王 甚至其他什麼球王 其實都是 沒有一個很官方的肯定 當然他們得到很多獎 但是真的是給國際 足協授與球王稱號 就是給你 可能那兩位 司朗和美斯可能遲些 再過多一些時間 他們都會有這個榮譽 有些難度 世界杯來說 暫時這兩位阿哥 現在的年紀應該是拿不到比利的高度 俱樂部就可能會 球會的就可能會 但是世界杯暫時 我覺得這兩位阿哥 變黃一些在世界杯這個 舞台上 拿到冠軍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他拿不到 是沒有比利拿那麼多 當然 比利的身份 以前大家都覺得 是神一般的 雖然 足球王國巴西 亦是誕生過無數的巨星 但是沒有一個有比利在世界杯的高度 所以比利 就是巴西祝壇的一個叫 封碑可以這麼說 封碑有一天 要變成紀念碑 都是紀念碑 由於他現在已經對任何的治療沒有反應 所以 他的醫療團隊也說 不如讓他靜靜地過 亦只可以這樣 其實現在 亦都等他有尊嚴 安詳地 跟我們說拜拜其實還是一件好事 真心地說 真心地說 你看看 Modric 我不知道 Modric 中文名叫什麼 還有 剛才說的麥巴比 卡恩 亦是向比利 送上祝福的 始終是 一個這麼偉大人物 你是很難 想像到 不過 Modric Modric 其實亦很難想像到 英女王 當然英女王對於有些人沒有感覺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 因為他太久了 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 突然失去了一件事 就覺得有些不習慣 比利當然也是 大家都為他送上祝福 比利 在推特上 最大最大心願 他亦都說 就是希望 巴西可以 奪貫 亦都希望巴西可以做到 亦都希望巴西可以做到 其實在世界盃開打之前 比利曾經表示希望巴西再次舉起大力神盃 重新成為足球的王者 5星巴西今年之後 希望他可以變成6顆星 但是 暫時來說 我就 不是那麼 覺得巴西是 越冠最大熱門 其實我都發覺貌似有些冠軍相多一點 當然 這個是我 個人覺得而已 說多一次我個人覺得而已 我想問一下 阿根廷有沒有機會 阿根廷的大賽筆很差 OK 這個叫做 即是不起物貧 這個叫做 慣性 不行的 哈哈 我們說回 比利一生的 封攻遺跡 雖然他未過世 都說一說 因為 他都預料了 他都預料了 其實他就代表 巴西國家隊出戰世界杯一共入了12個球 其中在世界杯 你記住世界杯 決賽入三個球 並且三次捧得世界杯 在世界上唯一一個 三奪世界杯球員 是唯一 The only one 你記住 當然了 比利的故事也是對於 很多人來講 尤其是巴西 是個例子故事 因為他是 貧民區出生的 很貧寒 所以小時候 是打赤腳踢球的 當然 他就在巴西的大會山道士 就是他的出身的地方 山道士他很厲害 638場比賽入了619個球 厲害 之後就加盟了美國的 紐約宇宙隊 56場比賽入了31個球 代表巴西隊更加可怕 因為國家隊 不是那麼容易 91場比賽入了77個球 在職業生涯 他就入了757個球 在80年代已經被歐美 20多間 專業傳媒 評為20世紀最結出的運動員之首 1987年6月更加比他是國際足協的 禁集份將 1999年 就被國際奧委會評為世紀運動員 同年 國際體育記者協會就將比利台 以及比根巴華 這個也是海撒大底的德國球員 一起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球員 2004年 FIFA國際足協 八年慶典 亦都 將他和 足球皇帝比根巴華 評為世紀最佳球員 和足球名人大獎 2013年國際足協頒發的蘇尼勢 在瑞士蘇尼勢舉行 這個獎 比利 是首次 獲得國際足協 榮譽金球獎 他淚灑當場 當然 他一輩子都是霸世 不是一輩子 一輩子都是美洲效力 應該這麼說 因為他在紐約 未去過歐洲 其實比利 亦都是被稱為登神之一 不過這個都沒什麼所謂 每個人都看錯事 我都是登神 如果這麼說 我都經常看錯事 其實 要知道 在 1976年 當時的聯邦德國 聯邦德國的環球足球雜誌 講了世界上有五個球王的當勢 比利 和英國的馬斐斯 和阿根廷的 效力的皇馬 大家都聽過 迪斯迪芬奴 還有 是匈牙利的 普斯卡斯 居然還有 中國的 李偉堂 這個就是世界五大球王 李偉堂其實就是 香港人 香港人 其實他 之後就被父母送回 廣東的 梅州那裏 接受這個教育 當然梅州踢球的一境 這個是 我覺得是南派足球的 一個 相當重要的地方 當然 一看到這些新聞 很不捨 但是 老實說早點說也是一件好事 我發覺 早點說就是大家的心理準備 也希望他最後日子 是覺得舒心舒服 因為他現在的東西都是為了 緩解他的一些 痛苦 因為你知道之前的治療很劇烈 現在他 主要是緩解 的方式 等他到最後的日子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